下面一个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纠缠骚扰令某人烦 这个词我们在28个讲过一遍 在这有复习 这个多数是复习 我们再看一看 令人非常讨厌的纠缠 一再的提要求 总缠着某人不放 我们当时说过这个past 这个名词本来就表示害鸟啊 害虫害兽 那么这就是他派生的词 肯定是不好的意思了 我们再读一下pastor 非常讨厌的纠缠骚扰某人 一再提某种要求 叫pastor 我们看这个词 首先先看这词的用法 否则的话咱们不会用 先看搭配 那么为了某事来纠缠某人 这叫pastor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因为某事而纠缠 缠着他非要得到某个东西 也可以用这个搭配 pastor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这就不是为了某事了 是用某个东西来纠缠骚扰某人 他用这个事 用这个东西来纠缠骚扰我 我们看一下例子 看看这两句话怎么翻译 第一句话说 he pastored me with complaints 这后面加with了 是用这个事来纠缠我 怎么呢 他总是向我不停地提抱怨 让我觉得特地讨厌他 让我觉得很烦 他用这些抱怨 不停地抱怨来纠缠我 让我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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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烦 complaint 这词叫抱怨 复受complaint就好了 第二个呢 he pastored me for money 怎么翻译呢 他缠着我非得要钱 成天总缠着我提要求要钱 这是为了某事而纠缠某人 你看 后面可以加这词with 也可以加for 但pester我们看是极无动词 但是一般都是某人 缠着另外一个人 他一般是另一个讨厌的家伙 总缠着某人 一般是人缠着另外一个人 用他 我们搭配基础之后 这个词就活了 本文中也是用在类似这个场合 那么我们28课回忆一下 还谈过什么纠缠骚扰 还有哪些词呢 咱们回忆一下 还讲过harry harass 还有assail 都可以表示纠缠骚扰 而且这三个词 都可以当纠缠动词来用 都可以加冰语 我们先按数据 先读一下 第一个 harry harry harass harass assail assail 都可以表示纠缠骚扰某人 我们当时说过 这个harry和harass 跟passer的类似地方 它一般也是指人 缠着另外一个人 但是assail这个词呢 就未必是人缠着某 另外一个人了 它可以表示某个事情啊 比如一些烦恼的事情啊 总是缠着某人 挥之不去 这个也行 所以assail这个词 用的场合更宽泛一些 如果大家忘记 回去会把28课 我们生死再看一看 好 这个词多数是复习 我们就看到这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康复 恢复正常状态 这个词 也特别重要 我们跟老师在大声度里面 recovery recovery 就恢复原状 或者翻译成康复 这人病好了 恢复原状 或者翻译成康复 这个recovery这个词啊 首先我们看一看 它本身的这个搭配 那么 恢复原状 如果恢复健康状态 就是康复 所以指康复也行 但甭管什么意思 那后面一般都加起词from recovery from 从什么什么状态 从失败中恢复到正常状态 这from后面的状态一般是不良的 不好的 不正常的状态 比如说 recovery from illness 从病中复原了 病是个不好的状态 但康复是个正常状态 从病中恢复到正常的健康的状态 复原了 康复了 recovery from defeat 这跟疾病就没关系了 从失败之中怎么样 又重新的振作起来 失败的时候精神颓奔 心情不好 但是现在恢复正常状态 自信心满满的状态 所以从失败中 有恢复镇定自若的状态 恢复正常状态 recovery 记住 后面加这个接词from就好了 但是这个词的动词形式 却可以当极无动词来用 recover recover就恢复了什么什么东西 这可以直接加病语了 它有几个同义词 咱们以前说过 就是restore和regain 这三个词可以同时计 都可以当极无动词 叫恢复了什么什么 直接我们加病语就好了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recover restore regain 都可以表示恢复某个状态 恢复了 我们看例子呗 recover restore和regain 任选其 病语可以加好多好的 比如说 one's health recover one's health 恢复了健康 同样的 recover或restore one's side 恢复了视力 或者加one's consciousness 恢复了意识 一开始昏迷状态 现在恢复意识了 或者recover restore regain one's balance 恢复了平衡 一开始摘冷的 突然 好了 恢复平衡了 也可以用它 或者recover 或者restore 或者regain one's composure composure 有谁知道是什么意思 composure 叫镇定自若 这个状态 恢复了镇静 平静 一开始有些惊慌 现在恢复了镇静 恢复了平静 也可以用它 只是看到recover 这个动词 可以当其用动词来用 就恢复了什么 但名词recovery 就从什么中恢复 后面加接词from 就好了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看到这 下面一个 再看一个重要的词汇 就是这个 安慰 慰问 抚慰某人 安慰某人 尤其是他心情 比较伤心的时候 心情不愉快的时候 我让他开心起来 不要那么难受了 安慰 或者慰问某人 大声度下 console 同样的 C1 老师多次说过 在轻读的时候 发con 中读是con 后面这个o 是中读 在里面 console console 好 这个词叫安慰 或者是慰问某人 可以用它 这个词呢 可以当极物动词来用 还得记搭配 还得记搭配 有个搭配叫 consol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因为某个事情 而安慰 抚慰 慰问某人 第二个呢 consol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 还是表示用啊 用某个东西 来抚慰 安慰某人 第一个for 后面表示 因为这个事 为此用这个东西 但是都是安慰某人 咱看例子 I console him for the loss of money 我因为他金钱的损失 而安慰他 比如这个人 丢了十万块钱 我说那别伤心了 别伤心了 钱是身外之物 算了吧 别那么难受了 我因为他金钱损失 而安慰他 第二个呢 I console him with money 这怎么翻译啊 这是我用钱 来慰问他 我说那丢十万 我给你五万 算我丢一万 就别那么很难受了 我用钱来安慰 来慰问他 总之是安慰 抚慰 慰问 这个两个搭配 注意用的场合不同 借词不同 含义就变了 好 这个先看到这 但是我们说 令某人 这个安慰 让他情绪激动 平静下来 还有好多好多表达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这个comfort comfort这个词也是表示 安慰某人 让某人平静下来 让他心情更舒适一些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注意注意音在前面 comfort 我们知道这个词 做名词可以表示舒服 做动词呢 使他心情舒服一点 安慰他 抚慰他 这个也是极无动词 但注意 一般来说名词 注意在前 动词注意在后 但这个词是例外 它不能动成comfort 动词还是读成comfort 你像comfort a dying man 安慰一个垂死的人 我说你安心的走吧 你老婆孩子前 我替你照料了 你走吧你 对不对 comfort a dying man 抚慰一个垂死的家伙 快死的人 还有一个 叫使某人平静下来 你看这个时候 跟calm down 类似 使某人平静下来 尤其是激动的人 大哭大闹 大发皮 响响响响响响响 不哭了不哭了 这个时候用它 你看这两个词 可以替换先读 第一个重点的激动词 soose teach 要吐舌头 这里是 这个 是着腹音 在那边 soose soose 叫鸿某人 让情绪非常激动的人 平静下来 你想 soose a crying baby 让一个 啊 啊 大哭的孩子 宝贝不哭了 妈妈抱抱 不哭了 抚慰 让这个小孩 先笑一笑 不哭了 或者我们用 calm somebody down 让它平静下来 跟soose 有异曲同步之妙 我们分别再读一遍 soose calm down 同样这个somebody 这个人如果很短的话 是代词 可以放在中间 如果人太长 名词端语 可以扔到后面去 calm down somebody 扔到后面就好了 因为这down是副词 位置是灵活的 好 这是安慰抚慰 可以看到这 那还有一个 跟console 特别容易搞混的词 叫做掉位某人 而且拼写写了一次 叫condole 而且这个词 是不急误的 叫condole with somebody 叫掉位某人 什么叫掉位某人呢 就是掉焰的意思 这个人因为亲戚去世了 我来调位他 就是这个 会卧龙调笑 就诸葛亮 听说这个周瑜死了 到东吴去调笑 就调位他的家属 一定是因为 某人亲属去世 而安慰他 这个时候注意 我们在大声度下 condole condole 把那s换成字母帝 而且这就不急误了 后面加这次位置 看例子 The widow's friends condoed with her at a funeral 这个widow widow什么呀 寡妇 这个寡妇的朋友们 在葬礼上 调位他 就是都 这个寡妇一开始 哭哭哭的 这个惨 老公我的天啊 就在那哭 但寡妇的朋友呢 就调位他 算了吧 别哭了 你老公死了 咱们以后找个更有钱的 不是更好了吗 寡妇想开了 哈哈大笑 我们开个庆功宴 这变喜事的 真好事 就不伤心了 condole with somebody 这些调位某人 一般是亲属 去世之后呢 别人来安慰他 可以这么来说 注意跟那个 console去问 console 未必是因为死人了 只是呢 慰问某人 他呢 后面是急误的 但condole是调位 一定因为死人 去安慰他 而且后面一定是 不急误的 加为死的 特别讨厌 这几个词汇 把细节记住 记住 培根说的 协作使人精确呀 英语是个形和的语言 形式搭配 就特别重要 可来不得半点马虎 好 最后我们看一个 比较重要词 会叫弥补 或者补偿 这个生活中 也是特别特别重要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com跟cuin 发音类似 在这里呢 是中毒了 所以com 这个只不过后面 把嘴闭上 m 为什么m呢 因为后面是p 我们知道后面是字母p 或者字母b 那前面一般都不是n 都是m 因为n嘴不能闭上 但b和p 你看p b都得闭嘴 所以前面必然会变到m 这个声音 我们再来一遍 compensate compensate 弥补或者是补偿 用compensate 还得记搭配 compensat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弥补某个事情 如果弥补某人的某个事情呢 可以叫compensate somebody 后面那个somebody 有也行 没有也行 但是如果后面跟事情的话 一定得加for compensate for 弥补某个事情 弥补某个东西 我们看例子吧 这么说太抽象 比如说 Nothing can compensate for his loss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弥补他的损失 弥补他的损失 就是compensate for his loss 如果非要说弥补他 对他的损失来 强调是他呢 那就对 Nothing can compensate him for his loss compensate可以先加人之后 再加for 再加事情 注意这个for是必须有的 那是弥补某个东西就好了 还有一个习语 more than compensate for 这是固定习语 咱们可以背下来 什么叫more than compensate for呢 不能说比弥补还要多 得翻译成足以弥补 就什么中国人说的 足以弥补模式 more than compensate for 这个习语当常识 咱们可以背下来 咱们再看一看 29页一道疏忽题 没错 是29页 往前翻啊 29页第11题 往前翻 我们看29页 就第4颗疏忽 好快一些 我们打开29页的第11题 然后呢 我们看这题啊 29页最下面第11题 his rising status 他在地位上的提高 more than什么 the loss of money payback是还钱 偿还 不通顺 排除了 reward呢 是犒劳 奖赏 报答某人 这个不通顺 排除了 commensate for 通顺了 more than compensate for 足以弥补 他的地位的提高 足以弥补 他金钱上的损失 最后the value 当动词是 估量价值 估价 当然不同顺 所以这里面 选c正确 这个我们看到 叫足以弥补 甚至大家可以 把这搭配都记住了 足以弥补 就直接用这个 more than compensate for 这个句子再看一遍 his rising status more than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of money 他在地位上的提高 足以弥补 他在金钱方面的损失 这是compensate for 这个 他的另外一个 重要排成译 但是弥补补偿 除了用compensate for 这个固定搭配之外 还有很多词汇 可以跟他替换 比如大家最熟悉的 跟着make up for nothing can make up for his loss 一样的 弥补 损失 make up 可以换那个compensate 后面还得加 其次for 还有极无动词 redeem 或者offset 都可以表示 弥补 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输入 可以弥补损失 弥补 这两个是极无动词 后面不加for 我们大声度下 redeem redeem 再看第二个offset offset 注意这两个是极无动词 相当于compensate for 这个词的用法 好 29课 声词和短语 我们就跟老师看在这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